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仰望星穷的愿望 自古幼稚 位于南京市中心的这片葱龙之地 名叫北极阁 它曾是这座古都的制高点 因此千百年来 这里成为了古代观天侧后的最佳场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目 一位当时留学归国不久的年轻人 带领着一批气象名家 在这里建起了中国近代气象史的第一个研究所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 它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探索历史气候演变规律的文章 为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称为竹可真曲线 竹 是中国人对气节于品行的象征之物 在竹可真的记忆里 江南一带竹笋的生长 受当地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十分明显 如果当年冬天较冷 笋会长在母竹的中间 俗称娘抱仔 若是暖冬 笋就会长在母竹的外围 形成载抱娘 这种只为适应光照及气候条件而发生的变化 正是典型的幕后现象 当时气象学界流行的 是西方科学家霍普金斯提出的 霍氏定律 这一定律 是指不同地区植物物后期的早池 主要受当地气候影响 而气候又受经纬度 海陆分布 地形高度等因素的制约 霍普金斯认为 当其他因素相同时 在北美温带区域内 纬度每向北方移动一度 金度向东部移动五度 或者海拔上升一百二十二米 春季和初夏的午后期将延迟四天 而秋季则相反 然而通过回忆和调查 竹可真发现 气候变化对江南一带植物 生长时间的影响 并不像祸事定律里 划分的那样绝对 甚至有时完全相反 他认为 北美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大陆 没有高山峡谷的阻隔 因而祸事定律 在那里基本通用 而中国却因为一座高原的龙起 破坏了这种 雾后定律的规律性分布 它就是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 这么大的盘然大物 占在中国的四分子的领土 处于欧亚大陆的东部 而北美 南美 它没有 罗吉山 安提斯山 是处于大陆的西部 这样的话 使得我们中国的气候 除了海陆风波的影响 还受到青藏高原的影响 总和效应 因此在夏季 季风过程又复杂得多 竹可真用了数年时间 对中国的季风气候 和由此对雾后产生的影响 进行了大量查阅和研究工作 从中 他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文献中 保留并记载着丰富的 雾后及气候信息 这些信息 如果放在一定的时间长河里比对 能够表明气候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找寻它们遗留下的蛛丝马迹 似乎就能掌握气候变化规律的要义 国学功底深厚的竹可真 从这些古籍文献的字里行间 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霍普金斯提出的 雾后分布稳定定律 并没有考虑到 古今气候变化的不稳定因素 而对过去的气候重建起 演变轮廓 将会对未来气候的预测和了解 起到查古之金的作用 古为经用古今结合 这样对气候研究 才能够大大推动向前发展 那么 从这些古老典籍中 竹可真 该如何梳理出历史时期 气候的风云演变历程呢 四库全书 分为经 史 子 集 四部 内容涵盖了古代图书的 大部分类别 由于汇集了 由先秦到清代时期的 历代主要典籍 因此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竹可真参透中国气候变化的发现之旅 正是从四库全书的 吕氏春秋一书开始的 书中记述了人们熟知的一种动物 亚洲象 商人扶相 伤人扶相 为虐于东夷 三千多年前 大象曾生活在黄河以北的燕山脚下 随着气候转冷 喜爱温暖的亚洲象 慢慢难退到中原一带 直到追随炙热的太阳 一步一步走向南方的热带丛林地区 来到远离安阳几千千米的云南边境 动物它本身有所谓它的一些生态实义性 或者叫气候实义性 中国的大象的整个这个退缩这么厉害 五千年以来这么南千这么明显 肯定有气候的影响 不仅是动物 植物的领地 也在气候的变迁中不断发生着位移 这其中的代表 就是中国百姓最为喜爱的一种植物 梅 在朱克珍熟读的诗歌总集《诗经》中 一首秦峰中南的诗歌写道 中南何有 有条有梅 书中明确指出 梅在很久以前 曾经生长在西安南部的中南山附近 然而随着气候的不断变迁 梅已经逐渐退出了北方大地的舞台 其身影只在长江以南地区 才能找寻得到 透过《四库全书》打开的这扇窗户 朱克珍再次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献的魅力和科学价值 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典籍跨越五千年之久 记录的雾后气象美容数不胜数 朱克珍发现 从大的时间维度上看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不但是变换的 而且是处于不断的冷暖波动中 那么这种波动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寻 如果有究竟是什么呢 在另一部经典史集《二十四史》中 朱克珍找寻着冷暖变化的线索 《二十四史》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 到最后一步明史结束 时间跨度达四千多年 朱克珍要在这茫茫书海中 查阅关于气候冷暖记载的各种资料 并提炼出有用的气候变迁信息 这其中的庞杂和难度可想而知 在对文献的研读中 朱克珍发现 《二十四史》中有关降雪的误后记录 数量最多的首推宋史 有以南宋为罪 为此 朱克珍深入研究了南宋时期的 中雪日期和大寒年数 并将它和唐代 明代 现代做了对比 从而推断出 这是历史上一个由温暖转向寒冷的时期 1924年 朱克珍发表了他的标志性论文 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 初步揭示了我国气候经历着干湿和冷暖交替的变化 呈现出一种波动性 那么 朱克珍发现的历史气候变化规律究竟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 也就是从原始氏族时代的养勺文化 到奴隶社会的安阳 阴虚时期 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 比现在高两摄氏度左右 在那以后 我国气候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 范围为一至二摄氏度 并在一定周期内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特征 一至二摄氏度的温度波动幅度 放在短期天气变化中实在是微乎其微 然而 当把它置于人类历史长河 与若干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叠加对照时 才能体会到气候如同一把锋利的刻刀 缓慢但从不停息地刻画着大自然的面貌 同时深远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接下来 该怎样给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规律 做一个简洁明确的表达呢 这时 朱可真想到了数学坐标 利用数学曲线 对中国历史气候变化规律 加以表述 它用纵坐标代表气候变化 以零摄氏度线 作为冬季全国平均温度水平 用横坐标表示年代 这是朱可真曲线最富想象力和创新的地方 由于各时期可供查证的史料信息记载不平均 给科学均衡的划分横坐标带来一定难度 朱可真仔细研究后 开创性地将代表年代的横坐标分出了四个部分 它们分别是考古 误后 方志和仪器时期 实际上在那条曲线里头 做图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它的时间坐标是变了 在对现有数据史料进行严谨而有序的比较分析后 朱可真发现考古和幕后时期留下的文字资料相对较少 因而可供参考的有效气象信息也随之减少 为保证最终大体数据和曲线运行的准确 朱可真将这两个阶段的年代间隔拉大 在坐标上按比例缩小 到了方志和仪器时代 随着历史资料记载的不断丰富 可供参考的内容随之增多 数据也更为精确 朱可真并将它们的年代间隔缩小 在坐标上的比例放大 最终呈现出了一条清晰实用的 气候冷暖变化曲线图 概括地说 这是一条中西河壁严谨变通的曲线 它首次以中国史料点击为依据 在历史气候和历史年代之间建立参照 完成了对古代气候变迁的定量分析研究 在这条看似简单的曲线背后 包含着中国大地几千年来的气候变化规律 与兴亡旧事 这是曲线上一个波峰的较高点 它对应的是唐朝温暖湿润期 作为我国强盛的历史时期 唐朝的开元盛世 曾令历代史家位之倾倒 这中间当然有君主的开明和穷才大略 但气候所提供的前提条件也非常重要 唐朝是我国气候史上少有的稳定温和时期 整个唐代气候湿润 降水充沛 非常利于农业发展 苍脸充足 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稳定 如果说适宜的气候 为唐代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不再适宜的气候 却为另一些王朝走向灭亡 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明末的寒冷小冰期 正是这条曲线风谷上的最低点 低温席卷了大江南北 随之而来的则是频繁的旱灾 农业欠收 民不聊生 最终导致内乱起义不断发生 国力逐渐崩溃 简短的论文 简洁的曲线 却浓缩了五千年中华大地上的冷暖变化途径 格林兰岛 被誉为研究历史气候的科学圣地 在积雪中年不化的岛上 科学家把不同深度的冰样取出 测定其年代 他们发现只要计算出冰样里所含的同位素比例 就能测定冰样冻结年代的气温 用这种方法 科学家们测出了当地近两千年来的气温变化 巧合的是 他们同样制成了一张曲线图 当人们把竹可真曲线与格林兰岛气温升降图的曲线 放到一起加以比较时 全世界的气候学家未知震惊 相隔万里的两项研究得出的曲线 竟然达到了近乎一致的高度重合 公元五世纪 中国气候寒冷 格林兰岛那时的气温也偏低 公元八世纪九世纪 中国正值唐朝温暖期 格林兰岛同样气候温和 南宋到清初 中国有两次降温 格林兰岛也出现两次降温 虽然由于地域时间尺度的不同 在一些微小的点上 两条曲线无法做到完全一致 但在关键的轨迹走向 波动规律 风骨高低处的数据 几乎相差不及 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也是中西方科学研究之间 产生的高度融合 更是格林兰曲线 和竹克真曲线互为致近的 伟大时刻 2017年4月6日 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捐赠仪式 竹克真的五十多本日记 由她的儿子竹安 全部捐给了浙江大学 在这些文字中 随处可见竹克真对不同地方 午后现象的细致记录 1935年5月24日杭州 晨阴有阳光 金丝海棠盛开 带带花多落 1948年3月28日杭州 院中迎春花静热 四处见芽 欲兰书叶 桃花落尽 竹安回忆 由于长期在以外考察 步入晚年的竹克真 积劳成疾 患上了严重的废弃中 导致她所钟爱的事业 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没有人知道 此时她的内心 经历着怎样的波澜动荡 然而即使是这样 她依然关注着 自然冷暖的稍许变化 依然在反复咀嚼着 那些冰冷古籍里 一行行晦涩蓝结的文字 那段时间 每天散步归来 竹克真都会在自己的院路里 重复着一件 看似单调的事情 我父亲每天早上起来 要扫院子 但是有一次 他就把扫下来的 所有的灰尘 拿去撑了一下 然后根据这个院子的面积 去计算 北京市一天要落下灰尘 1974年2月7日 竹克真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他不会想到 临终前刊登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科学论文 回向一盏灰尘 为后人照亮一条中国历史气候的研究之路 张德二 国家气候中心的古气候研究专家 从事这一领域六十年来 他没有想到 有一天 能运用前辈竹克真开创的研究方法 投入到一场中西方气候问题的论争 湖光岩 是一座世界著名的火山口湖 湖底沉积着六十多米厚的火山泥 蕴含极为丰富的古代气候信息 被称为气候的天然年鉴和自然档案 豪格在国际冷暖期气候动力学研究方面 享有很高的声誉 2007年 他带队来到中国广东雷州半岛 对这里的湖光岩展开研究 经过对湖底沉积物的测量研究 豪格提出 沉积物中太含量变化 可以揭示东亚古代季风的强度 太含量越高 代表着冬季风越强 说明冬季越干旱寒冷 反之则相反 这种变化趋势直接影响了 中国历史上唐朝时期的兴衰 当豪格将中国大唐盛世 因冬季风强烈导致干旱 而最终走向灭亡这一结论 发表在全球最有威望的科学杂志 自然上市 得到了西方主流学界的重视和认可 然而 当竹可贞的后辈张德二看到豪格的论文时 内心却疑惑重重 在他看来唐朝灭亡前的最后三十年 恰恰处于多余而非干旱时段 和豪格的推论正好相反 豪格一评的是湖泊尘积木中的泥块 张德二一评的是史料 那么到底是泥块提供了虚假信息 还是史料在说谎 其实两方面提供的证据都没有问题 只是广东的泥块 只能代表当地及华南地区的气候状况 而来自不同时期 不同典籍的史料记载 却客观详实地反映了中国整体性气候变化 因而更加精准和全面 在获知了张德二的研究后 豪格承认 在对历史气候的研究方面 中国的历史记录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如今 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 遭非五十年前可比 探测冰心 树木年轮 洞穴沉积物 生物遗骸等待用气候资料 以逐渐成为现代科学家 探究历史气候演变规律的 一种新的手段 而正是在与这些现代科学手段的碰撞中 竹可真曲线 再次向世人证明了所具备的前瞻性和学术高度 今天 气候变化 以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以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利用自然资源 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